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大家好久不見 陳德剛好這段時間 接連有幾個課程 當然從七月中有辦英國漢學院扎根班是一個月 後來到大馬彌陀村是辦大專營 這幾天還辦小朋友了 七歲到十四歲 小朋友還有一百公分左右的 很小 那這個過程 也有一些體會 今天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們在教學的路上 我們也是善有為一 相關而善 不是一個人 在這個教學路上走 讀學而無有 這孤陋而寡聞 大家有機會 彼此的誤觸 可以互相探討 意重靠重 在末法時期還是很重要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陳德最近常跟大家談 老和尚的一句話 面對境界要清楚 大家有印象吧 因為學佛是學覺 佛是覺 等於我們面對 當前的境界 我們要清楚 不能糊裡糊塗 更不能打迷糊仗 更不能不清楚 問題出在哪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以後還會接二零三 再出現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佛法就是用在當下 所以好像也跟大家提過幾次 佛門有一首記 一切皆考驗 看耳怎麼辦 對境若不是 須在從頭練 自己也在體會這首記子 好像這幾年 每一個階段 考得好像不大一樣 有時候突然試很多了 這個腦海裡 浮現一句話 了凡世訊說 若除涌踏和觸念皆通 涌踏就是事情非常繁多 但是心不能跟著急躁起來的 事情雖然多 但提醒自己要念佛 要用真心去應對 反而在當下都會有一些靈感 可是假如人的心裡一想 怎麼這麼倒楣 都來找我啊 這個念頭一起來 就沒靈感 越來越反了 甚至講錯話了 做錯事了 後面還得收拾殘局了 論語當中 言冤問人 問人 我們一想人是愛人 是吧 孔子說 克己父禮為人 我們不能克制自己的煩惱念頭 怎麼去愛人 不傷人就阿彌陀佛了 不可能愛得了人了 所以這個知所先厚了 欲愛人者先自愛了 自愛的人不隨順煩惱吸氣了 自愛的人懂得克念 克念才能做甚了 那又有一段時間 可能遇到一些 比方離自己比較遠 但是自己要處理的事 考慮能設身處地 能充分了解情況 當時候就常常想到 我們以前讀歷史的時候 講到張良 這個劉邦用了三個人 叫漢出三節 張良是運籌於圍幄之中 決勝於千里之外 當時候就在體會這兩句話 有時候你離得很遠 他講話不能著急的 不能一開口就是指責的 要能體恤別人的付出 要能體恤他現在的處境 甚至要多了解情況 不然一著急那個話就傷了人家的心 要定得住 給人家見言的時候能夠置身於利害之中 讓對方聽了你的話 你真理解我 不能一開口了 你在那麼遠的地方 站著說話不腰疼 一段時間好像都有在考驗自己什麼 最近陳德有體會 最近考我的題目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柴燒 諸位忍者 你們有沒有聽出來我的音聲 有沒有很有中氣 這個音聲有點 這段時間話講太多了 但是大家放心 世事是無礙的 這個地球沒有我照樣轉 佛法是要把我直放下 不能越幹的 沒有我不行 這個就六道輪迴去了 這個會膨脹 你看剛好我們前兩節課 趙老師上真廣閒文 這是我們一條龍 尤其小學部分很重要的一部書 根之根 其中的一部重要的經典 樹葉有專攻 文道有先後 那這一部書 那這一部書 趙老師功夫下的身 我剛好到了彌陀村去 沒有辦法 視訊 那裡 Wi-Fi收不到 所以我也清靜了兩個禮拜左右 那這個都會有因緣安排的 而且這個真廣閒文裡面意理很豐富 所以感覺趙老師兩節課 還沒把該講的講完 所以我今天聲音又有點沙啞 中氣不足 我先跟大家叙叙舊 而且這個真廣閒文還沒講完 但是兩個禮拜沒看到大家了 還是希望上來跟大家來繞繞科 交流交流 因為最近還是頗有一些感觸 比方我們在半班 給小孩子半班 而事實上呢 要把小孩教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不是小孩 所以我們現在反思反思的 教這個七八歲的小朋友不是重點 首先代他的老師 親重緩急 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假如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雖然花很多時間精力去做 效果不長 什麼是本 什麼是末 所以在教學當中 手要關注的 互念的 是第一線的老師 因為他是辦教育的 再由他去帶動父母 其實父母不能配合 你說這個孩子能 教好到什麼程度 這個很不容易 小孩那麼小 他很會模仿 看什麼就學什麼 假如老師講的跟父母做的不一樣 他就錯亂了 那怎麼把它培養成功 所以我們不能 一教學就把專注點 都只擺在學生的身上 甚至擺在學生的身上 輕重緩急 我們也要清楚 本末先後在哪裡 這個都不能錯位 這個都不能錯位了 好像我們 面對很多學傳統化 都超過八年十年的 十多年的 經典 經典很會背 但是虛榮心很強 你說這怎麼培養成了 可是他的父母老師 假如他們覺得培養孩子 就是多背經典就能培養成了 那他有這個認知的話 那他就沒找到本 得者本也 會背書是財者莫也 大家覺得這個大學重不重要 這一部經典這些教誨 我忽略掉了 那我們可能幹的就是捨本逐末的事情 至天子以至於素人 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我們今天踏上了講台了 我們也是以修身為本 我們也是教學相長 一個老師假如沒有教學相長的感受 他教學要有喜悅 不容易 可能心裡面常常 學生不受教 常常會有這些埋怨出來的 但是教學相長 常常在境界當中 我們回到自己身上 謝謝這個孩子提醒我了 我對這個孩子產生成見了 為什麼我才看他一個動作 我就好像有點情緒上來了 這是我們在境界當中有反觀 才看得到啊 像陳德 我們辦課程 有個孩子 十四歲了 一個男孩 他很認真 在那裡疊衣服 老師在教他 做內務 他真的很認真在疊 可是 帶他的那個老師 走過去 某某同學 要認真啊 不要 偷懶啊 他本來很認真在那裡疊啊 聽到這個磁場過來了 他怎麼臉都變了 其實 他的這個老師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有沒有看著他的眼睛 他根本就從後面走過來了 他根本就從後面走過來了 哎 老師跟學生是要交心的啦 知其心 然後可以掌其善 救其師 明明這個孩子現在那麼投入 你是要掌其善的言語啊 你怎麼給他扣上以前那些帽子呢 這樣孩子的心裡就覺得 反正父母都覺得我不好 老師都覺得我不好 這造成孩子破罐子破摔了 所以最近呢 看看自己啊 看看 遇到的這些教學的靜緣 感覺啊 我以前聽老阿上說這個 當醫生當不好啊 多18層地獄啊 結果這個醫生 很不歡喜啊 在那踏 氣死我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怎麼給我判這麼重啊 在那跺腳 突然底下有人說 老兄啊 你別再踏 再跺腳啦 灰塵都落在我身上了 這個醫生嚇一跳 哎呦 底下還有人啊 老兄啊 你是幹哪一行的 他說我是當老師的 我當時候聽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還沒教書啊 我也是善根不足啊 大家善根深厚 有使命感 我是被英語人推著來教書的 跑到台東去 人家找不到大學畢業生 三番兩次來找我 說去代課兩個月 教七歲的孩子 一年級 我才勉強去啦 才走上這個教學的路啊 就是觀察到呢 愛之不以道啊 是所以害之也 你真愛護這個學生 你有可能害了他 跟當父母一樣 很愛孩子 方法不對 害了他 所以我們在課程當中啊 多次提到 禮跡學跡 我想我接下來唸的句子 應該大家都有印象 導而扶遷 引導 不是硬拉著他 硬拉著他 叫亞苗助長 我們觀察到學傳統外學酒的人 他會被標準答案 那個標準答案誰給他的 父母給他的 老師給他的 那叫灌輸 那叫灌輸 用灌輸式的教育方法 很容易就把他的物門給堵住了 講一堆道理啊 你都沒看他的眼睛 領悟了嗎 消化了嗎 這個老師父母啊 一開口就停不下來 到最後這個孩子就聽得 這 傻傻的 霧門都會堵住 甚至義理都會錯亂 所以我們當父母老師 我們的教學方式 不符合理際學際這些原理原則啊 我們是在愛他 害了他 像我們最近 在跟大家探討地之鬼 常常都會講到老和尚的榜樣 那我們有機會清靜老人家 我們也在觀察老人家怎麼 處世待人 怎麼教學 所以對我們來講啊 悟性很重要啊 我們要善觀察 善思維 善體會 我見了不少當父母老師的 一講話那個道理就停不下來 學生孩子講幾句啊 就被他 你先不要說 就被他押回去了 他是乘著自己回想啊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老和尚都非常專注聽我們講 這是老和尚給我的身教啊 我們都是打從心裡啊 佩服他老人家 佩服我們進而要效法他 老和尚也是溫良公儉讓啊 所以我們當父母老師不能強勢啊 其實一強勢對孩子來講 孩子就懵掉了 所以父母老師強勢 這孩子的悟性都會受很大的影響 所以父母老師強勢的這孩子的悟性都會受很大的影響 我們最近遇到了不少傳統文化學的十年以上的 有憂鬱症啊 哎呀我前不久常常都提到 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是憂鬱症啊 這個身體跟心理啊 這些理啊 其實都是相通的 我們善於去領悟啊 舉一反三 別忘了身體 吃了不好的食物會傷身 這是身體 心理呢 我們傳遞給孩子負面的情緒 也傷了他的心呢 甚至還傷了他的身呢 身體跟心理呢 很難分開的 那我們就不能用負面的情緒去對待孩子 這是遇到一個 都已經是十八九歲的女孩了 私底下跟我約見面了 把母親們的言語啊 就是對他的批評都有 人格的 五路的語言出現的 你說這對一個 十幾歲的孩子來講 他最尊重的媽媽 對他的人格都有五路的言語 你說對他來講 他怎麼去 去面對 所以這個孩子都有尋短的念頭啦 那當然我們遇到這個情況 也是讓他去理解他母親 我們也不是指責他的母親 為什麼 有果必有因呢 因為他的母親啊 遇到重大的 喪止之痛了 所以這個時代是理解萬歲啊 我們也不是聽了一個事情之後 哎呀誰太過分了 哇那你就進入他們家的 是是非非裡面去了 但是我們就可以感覺到 哇你這個當父母的 要能感受到孩子的心呢 理系學習講知其心 你都不了解孩子的心 甚至你傷他多深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那身體 精脈會堵住啊 人的心 會不會堵住啊 有些事想不通堵住了 甚至什麼 有些道理啊想不通 堵住了 啊我最近在觀察 從小都沒有吃什麼苦 父母也對他非常愛護 可是啊 這個父母都學傳統話 一開口講道理啊 就是整篇整篇的 也沒有觀察孩子的吸收狀況 最後呢都是很幸福的孩子 但是理啊堵住了 你看他的眼睛就不是通的狀態 那不通啊他自己會在那轉啊 轉到最後也憂鬱了 想不通 他理聽的太多了 互相產生矛盾 這個時候父母又沒有把他 這個引導讓他能夠貫通 然後可能又產生自責 自責的殺傷力很大啦 是我否定了 甚至我們太強調因果 因果中不重要啊 當然重要咯 但是我剛剛用了一個字叫 太過由不及 因病與要啊 身體是因病與要啊 法也是一樣啊 所以 佛在金剛經說 若說我有說法則即是棒佛 不能解我所說意啦 佛的教化他是應激的 他應激的這段話他是怎麼考慮的 假如我們沒有去理會了 我們會拿這一段禮啊套在另外的情況 硬套上去 這樣接受的人呢 他可能會 好像被一個道理打了一棒 他頭暈暈的 然後又說對佛說的 對老師說的 對爸爸說的 他又不理解 然後又覺得他們很愛我 所以他們對我錯 都沒有應激啦 都沒有應激啦 所以成德感覺啊 老兒上太慈悲了 太慈悲了 老兒上在講是依法的時候啊 那個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啊 那一般開解說了義 了義就是當生成佛的 當生了脫生死的叫了義啊 人天成那個不了義啦 一般是這麼解乏 老兒上說 你用了真正得利益 對你來講了義 所以我常常舉這個 洪毅大師隔音別錄說 教人以善悟過高啊 當時其可從啊 你不要 那個父母醫學大臣啊 一下子給孩子的目標就是 大臣的境界啊 我還聽過 那孩子去給人家道歉 還要求孩子下跪給人家道歉 然後告訴他 老兒上都是這麼做的啊 你也可以這麼做啊 這些都是學幾十年老兒上經教的人 教出這樣的方式來 你叫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要去達到老兒上那個境界 去給人家下跪磕頭 而且老兒上那種姻緣也不一樣啊 你不能這麼套啊 搞得那些孩子學傳統話苦哈哈的 所以 諸位 忍者啊 假如陳德有講一段話呢 你聽完之後 反而有憂慮牽掛 你們一定要告訴我 一定是你們領會錯了 我沒有那個 要讓大家深煩惱的 這個 想法 可能是大家 聽錯了 我們可以再探討一下 我們剛剛說 因果強調太過了 你那種磁場啊 就會讓孩子產生恐懼 然後呢 他就常常想我犯這個錯了 以後要去第一 這些變成他心理上的石頭負擔 所以孩子應該越學越快樂的 老兒上說 學佛是人生最考慮的 所以學傳統文化的孩子會憂鬱啊 可能我們教學的方式要考慮的 不能灌輸啊 要導而伏千 搶而伏欲啊 要多鼓勵他 不要否定他 意義就是否定了 開而伏達要啟發 不要一次哇 噼哩巴哩都 把道理一次給 說個沒完 但 甚至於這個孩子的內心裡面還有一點 衝擊比較大 就是父母很會講傳統話的道理 但是 夫妻不和 都沒有把傳統話做出來 這個對孩子衝擊也很大 所以言教在後啊 深教在前 我們這個法表不好啊 要讓傳統文化 在孩子的心中 都是啊 堅信不移就很難了 堅信不移就很難了 所以我們前面走的超過二十年的路來 我們得總結總結來 為什麼 學傳統話的孩子超過一半 最後 反感 這跟我們父母老師 息息相關 我們絕不希望 孩子因為我們對傳統文化 有不好的感受 這絕對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希望的 但是我們得對照經典 不然愛之不移道 是所以害之也很可能在我的身上產生了 好 我的聲音好像越來越有一點沙啞 我現在在考留得青山寨 我面對境界清楚 那我們接下來有請趙老師 繼續給我們授課阿彌陀佛